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科普这一块 相对来讲做的还是不足 这一块我们打算利用我们今年正在搞的延学基地这么一个平台 我们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山岳型的景区 自然保护区 按照我们自己国家的IUCN的分类 应该算是加入律师名录的目的 一个是想增进跟保护地这一块的系统性管理 这一块的了解 估计上对这一块了解的一些先进的一些管理的方式 管理的理念 来对我们自己自身的管理水平提高 促进我们提高了我们对生态保护的重要认识 然后生态保护多样性的一个保护重要的意义 提高了我们管理者干部职工的意识 然后也推进我们朝的什么多样性保护发展 就是我们在2014年加入这个绿色名录之后 主要是根据绿色名录的那个它所设定的一些指标 和它为保护地设定的一些新的标准 我们改进了我们的在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 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扩大我们的保护面积 就因为以前我们可能针对这个一些景观 或者说自然遗产或者还有文化遗产 还有一些地质遗迹这方面的专项的内容保护的比较多 然后因为我们在申报女色名录之后 就是感觉到我们的保护目标 我们的这个保护界的价值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在景观和和就是自然和文化景观方面的价值 更多的是我们还有地质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 还有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这些方面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2014年之后 我们是更新了我们的地质遗迹的一个名录 对地质遗迹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调查 第二个就是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开展了一些 开展了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一个监测项目 这是2015年开展的 然后在文化方面我们是更新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这是结合我们国家文物局开展的 有一个不可移动文物的一个登记工作 这样来加强了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 一个检测和文化端性的一个就是登记和保护 在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方面我们主要是对我们的水资源 也进行了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水资源的利用规划 然后对我们的水资源也进行了一个基础的调查 和我们的水资源对下游对下游我们新安江 包括我们到这个宁静的浙江省青岛湖方面 对它的生态影响也进行了一个就是对全流域的一个 从源头上的一个保护 我来自上海因为黄山嘛就是之前老天人家说风景特别特别好 然后我就非常喜欢中国的山水嘛 然后就想过来爬一爬山嘛 然后看一下风景嘛 毕竟我们这个黄山也是国家的那个叫4A级景区嘛 所以不到黄山不死心啊 所以这边的空气也非常好 当然我们都就是在大城市里嘛 肯定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嘛 这边是自然的养大嘛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回府成功嘛 我叫Gl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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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体系之后 我们就认为这个评价体系对我们的 不管是作为一个保护地 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公园 还是作为一个风景民生区来讲 都是很有用的 就是对我们的 这个 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就想把这个绿色名录的 它所提出来的 从目标的设定到公平的治理到有效的管理 再到最后的绩效评估 想把这一套评价体系 应用到世界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的管理当中来 所以我们 我认为Gloria 可以帮助我们 得到很明显的目标 对我们的管理 和地域和地域和地域 我们得到一个平均 我们知道 什么需要做 在地域和地域和地域和地域 和地域和地域和地域 就是这样 专业防火大队的 这个辽万少小队小队长 我叫陈伟 我叫陈伟 就是我们黄山初初 2014年加入那个是APP 密书的名录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说加强了我们黄山的管理 在平时我们在路段的巡护中 也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也对我们的工作的开展有一定帮助 所以我之前在看IUC那个总部网站的时候 有看到过有red list 就是红色名录 在红色名录的时候就了解到一些对于 并微物种的一些保护之类的 后来就有想到既然有红色 那有没有绿色呢 后来还真的有了绿色名录 就是这么一个项目出来了 出于对于我们是IUC的会员 我们是很信任这个组织的 所以对于组织它开展这么一个项目 在还没有了解之前 我们就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 也知道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计划 这个按照我们绿色名录的这么一个标准的 这个里面相对照而言 我们在我们这个绿色在我们的日常管理当中呢 我们这个因为有根据中国的这种过情吧 所以我们在管理当中呢 就是对保护区的这个跟这种科普啊 这个相对来讲呢 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公园 它的三大管理的职责吧 一个是对自然的这个系统的一种保护吧 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些这个世界遗产啊 集资公园的这些这个资源的 进行一种科普的一些展示 一些教育 第三个就是带动这个区域啊 地域啊这种经济这种发展 包括这个当地居民的一种这种发展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这个我们在科普这一块呢 相对来讲呢 这个做的还是不足 这一块我们打算呢 这个利用我们今年正在搞的这个叫 延学基地啊 这么一个平台来开展 这个加入自然明路以后呢 这个首先吧 在管理这个这个层面来说呢 呃 因为我们是世界这个这个这个律师明路 自然保护联盟的律师明路吧 本身它就是一个呃 最佳管理目的地理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自己啊 首先是这个在管理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层面上来讲 我们自己因为管理的是 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 我们感觉到很自豪啊 第二个呢 那这个我们加入这个律师明路嘛 呃 就想这个 不是工作人员啊 那就肯定希望 认为这一个警局啊 因为加入了律师明路 那么它 它的管理上 应该是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单位 啊 一个一个保护地吧 啊 如果作为普通的一个一个人员 啊 你你加入了这个律师明路 那你肯定 你这个地方的管理 是世界一流的 啊 对保护地的贡献啊 对保护地的利用啊 啊 这个对保护地的发展 啊 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一个地方 so The Green List has provided us a standard a performance standard so when we do our work as the global drill park or as the world heritage we can look up to the standard to know if we performance well if we really success in reaching our goals so in the future I hope the Green List can get more and more attractions and we will go further and I hope the people will really realize the nature is very important to our life and the our human can hav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sustainable life